第一注册阶段一前期准备,明确小程序定位,思考小程序的用途, 使用于商业销售、服务预约、信息展示还是社交互动等, 比如,若为一家美容院开发小程序, 定位可能是提供服务、项目展示、快线预约和会员管理等功能, 确定目标受众,分析他们的需求和使用习惯, 以便后续设计符合其期望的小程序, 准备相关资料根据主体类型准备资料, 客人主体需准备身份证信息, 企业主体则需营业执照、法人信息、 被供账户部分情况下用于验证等, 确保资料准确无误且清晰可变, 避免因资料问题导致注册受阻。 二注册流程访问微信公众平台, 点击右上角立即注册, 选择小程序、点写邮箱密码等基本信息, 拍邮箱需未注册过微信相关平台且能正常接收邮件, 帮募邮箱点击激活链接进行验证, 选择主体类型,如个人、企业、政府、媒体、 其他组织等,并按要求填写相应信息进行主体认证, 企业主体可通过对公账户打款验证, 或微信认证需支付300元认证费, 个人主体相对简单,只需填写身份信息等, 填写小程序的基本信息包括名称、头像、简介等, 小程序名称要遵循伪一性原则, 且尽量剪辑意气与业务相关, 头像要清晰,符合品牌形象, 简介需准确概括小程序功能和特点, 二、开发阶段一设计环节, 界面设计,依据小程序定位和目标用户喜好设计界面, 采用简洁明了的布局,突出核心功能和内容, 色彩搭配协调统一,符合品牌调性, 例如一个儿童教育小程序, 可采用明亮活泼的色彩和可爱的卡通元素, 同时确保不同页面风格的一致性,提升用户体验, 功能规划列出详细的功能清单, 根据重要性和使用频率进行排序, 如电商小程序需要商品展示、购物车、订单管理、支付等功能, 这区类小程序要有用户发帖、评论、点赞、私信等功能, 绘制功能流程图, 清晰展示各功能模块之间的逻辑关系和数据流向, 二、开发时需前端开发, 学习微信小程序前端开发语言, 包括WXML用于构建页面结构, WXSS用于设置页面样式和JavaScript用于处理交互逻辑, 利用微信开发者工具进行页面搭建, 按照设计稿使用组件构建页面元素, 通过CSS样式属性美化页面, 在JavaScript中编写函数实现, 如点击、滑动、表单提交等交互效果, 后端开发若有需要选择合适的后端开发语言和框架, 如Node、JS、Python、The Jungle或Flask等, 搭建服务器环境, 设计数据库结构用于存储用户信息、 商品数据等编写接口实现前端与后端的数据交互, 确保数据的安全存储和高效传输, 例如用户登录时, 后端通过查询数据库验证账号密码的正确性, 并将结果返回给前端, 端测试优化功能测试对每个功能模块进行全面测试, 输入各种正常和异常数据, 检查功能是否正常运行, 如在表单输入框中测试空直超长字符、 对法字符等情况, 对按钮点击、页面跳转等操作进行多次测试, 确保稳定性, 兼容性测试在不同品牌和型号的手机, 不同微信版本下进行测试, 检查小程序的页面布局功能显示是否正常, 有无错位、卡顿等问题, 尤其注意在一些低配置手机上的性能表现, 优化调整根据测试结果, 对发现的问题进行优化, 如优化页面加载速度可通过压缩图片、 精简代码等方式, 改进交互设计使操作更便捷流畅, 交付程序漏洞, 提高小程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三、运营阶段, 一、内容更新商品或信息更新对于电商小程序, 并且更新商品信息, 包括上新下架、价格调整等, 提供详细准确的商品描述和图片, 确保信息及时同步, 对于资讯类小程序持续发布有价值的文章、 资讯等内容保持内容的新鲜度和吸引力, 活动内容更新策划并定期开展促销活动、 专题活动等, 如限时折扣、满减优惠、 节日主题活动等, 及时更新活动页面和规则说明, 吸引用户参与, 二、用户运营建立用户反馈渠道, 在小程序中设置反馈入口, 如在线客服意见反馈表单等, 及时回复用户的咨询和投诉, 解决用户问题, 根据反馈优化小程序功能和服务, 用户数据分析利用微信小程序后台提供的数据分析工具, 分析用户行为数据如访问量、 页面停留时间、 转化率等, 了解用户来源、 偏好和行为路径, 以便进行精准营销和优化利益策略, 若发现某类用户经常访问特定页面, 可针对该页面进行优化或推送相关内容, 三、推广营销社交分享推广, 鼓励用户分享小程序到微信朋友圈、 微信群等社交平台, 设置分享奖励机制如分享得优惠券、 积分等, 提高用户分享积极性、 扩大小程序传播范围, 合作推广与相关行业的公众号、 小程序、 博主等进行合作推广, 通过互相推荐、 广告投放等方式, 去引更多潜在用户, 例如与同行业但非竞争关系的小程序进行流量互换合作, 通过以上从注册到运营的一站式流程, 本购逐步打造出一个功能完善, 用户体验良好, 只有市场竞争意的微信小程序, 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需不断学习和适应市场变化, 持续优化改进, 以实现小程序的长期稳定发展。